使尽全力拉住被风吹远吹高的风中 选手们在东北戏风下不止要乘浪 还要跳到空中做出花式动作 玩得很精彩 然后那个选手每个都很厉害 运动我玩十年了 为什么你会去喜欢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运动可以飞很高 很刺激 三条纹这个海域就是风 风况还不错 在东北戏风的时候 就是它附近也有这个游客中心 就很适合来这里玩 今天的风大概在20节左右 就是蛮适合比赛的风况 就是今天选手大概有三四十位 就是很刺激的场比赛 风针冲浪已经被列为 2024巴黎奥运正式的竞赛项目 加上云林国际风针冲浪学校 两年前在三条轮海水浴场启用 去年举办第一届公开赛 会延续活动的热潮 今年活动在22和29日 两个周末连续办理 你会看到很多选手在飞到最顶端的时候 会把头下脚上的姿势做出来 把脚尽量往天空上升 这也是让仪器可以测出到你的高度的距离会更高 你同样的是高度 如果你把脚能抬到更高 你差个十公分 你差个十公分 你成绩就是差一下十公分 风越大就越高 然后加上如果你肌肉越多 那个爆发力越好 跳上去就会越高 今年加入五横海洋创生体验 海洋永续环境教育体验活动 及救生安全讲习 研习活动等多样性主题活动 五横海洋创生体验 规划六场次风筝冲浪导览 由专业的风筝玩家 带领民众认识风筝冲浪 一起体会这项刺激的极限运动 新唐亚太电视 廖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